另外因為這幾天已經陸陸續續的 有民眾上山掃墓 為了防止山區火警意外的發生 2號下午消防局第六大隊 就前往了新台五路的公墓 進行宣導 現場也提供了水袋 提醒民眾要小心火燭 離開之前一定要記得交洗火源 以免釀成大火 二十一百 記得給他回落 是喔 謝謝 緊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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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 謝謝 粉絲不然我不會彈 地上水 地零一定要交洗火源再離開 接近清明節 這幾天已經陸續有民眾上山掃墓 而消防局第六大隊 也在2號下午 展開了一連串的宣導活動 今年清明節三天連假 許多民眾會前往掃墓 更可能是山林火災 最容易發生的時機 所以消防隊今年一樣有辯明措施 都在入口處加強宣導 四不二記得 我們戲子副宣隊 提醒大家 清明節掃墓 請大家記得 四不二記得 直接在現場 消防水箱車進駐 而消防一行人也在現場待命 當天副宣隊也出動宣導 今年更準備了這種方便拿的水袋 而只要有民眾要上山掃墓 副宣隊員就會遞上水袋 方便交洗火源 而除了在新台五路 汐止區共有10座公墓 消防局第六大隊 今天加強宣導 貼心的服務也受到民眾肯定 我覺得那個消防隊有準備水袋給我們很方便 有時候那個我們那個服務前面那個廣場 髒的話還可以用那個水洗 很方便 謝謝消防隊 這麼貼心的服務 婦女防火宣導隊的姊妹們 一起來這個公墓這邊 來宣導大家 這個 去掃墓的時候 記得 這個 要把灰燼熄滅 然後要 就是我們現場的姊妹也在這邊 發放這個水 水袋 希望大家走的時候呢 可以把這個 垃圾帶走 然後呢 把火熄滅 讓我們整個 清明節的這個掃墓呢 可以更安全 我們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從3月29號開始 到清明節 連假之後 都一直有在細止各地區的公墓 進行墓地警戒的工作 然後我們有提供水袋 跟一些相關的一些掃墓必需的用品 提供給民眾 也希望民眾在掃墓的時候要注意用火安全 那免得有山林火警的可能 清明期間掃墓時 請注意用火安全 離開前務必要消滅 禁止餘禁 避免已燃雜火 造成山林火災 不過還有一點要特別提醒民眾 就是要把垃圾帶走 一起維護環境整潔 解誠慧靈細紙 采訪報導